小伙从小天赋一笔 靠着一手针灸治好了无数大侠 可看透了打打杀杀的他 还是依然决然选择了隐退江湖 然而他是隐秘了 但众多门派依然知道他的存在 直到这天 一对情侣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宁静 情侣随手把车停到了医馆门口 医生好心劝解说 这里来来回回的都是病人 最好还是挪开些吧 人家小气嘛 要不给你点停车背 这就不是钱的事 万一一会儿人来看病 你们的车停在这 太不犯了 不是啊大叔 你算在谁来看综艺啊 你能养得活自己吗 要不 我们一起吃吃饭饭得了呗 看着傲慢的小情侣 医生只是笑了笑 却并未放在心上 然而就在下一秒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哇 老斯莱斯 老斯莱斯都没几两个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阵兆 哎呃 居然去僧几十七少女人 别害怕 他们他们都是来找你的 见过以神医 行了行了 你们弄这么大阵战 我怎么在这住啊 李神医 非常抱歉 我们这次来 其实是为了 啊 我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就别吓唬他们了 明明都是大家闺秀 结果搞得跟黑社会一样 原来随着时代发展 各类医药已经步入了正轨 而这个庞大产业 注定是所有豪门的必争之地 只是想入局 就必须要有个能树立威望的高人 而这个人绝对非李神医莫属 性灵堂20%的股份 作家百亿 愿意献给李神医 蓝天药业也愿意拿出百亿 献给李神医 我绿海商会 也愿意拿出百亿 行了行了 你们要是真有钱烧的 那就捐了 捐了 哦 他脑最有问题 脑最有问题 偏远的山区 都建几所医院 建几所小学 比划我身上 没事都回吧 李神医并不想答应 自古商场如战场 本就打打杀杀的江湖 让他无比疲倦 于是李神医也没多说 当即赶走了众人 不过就在这时 又一道敲门声响起 不是让你们走了吗 怎么用 你是大夫吗 那小孩在路边摔倒了 快救了他 不是孩子他母亲吗 啊 你怎么知道 我看出来了 你到现在还是处子 你 没别的意思 你就想知道 孩子的真麻烦吗 你知道呀 如果变简的 孩子没这么大 但是是要经养的 一两天 孩子就放过这 你去捡孩子的地方来找一找 看能不能找到他家 哎对了 我看这孩子的穿着岛 不像你有钱也能吗 要钱是吧 我给孩子先垫上 谁跟你要钱 不是说 如果你找到他家长 那你们放心 我这 都手里要费 不要紧 不行吗 煞时间 一颗爱情的种子 种进了女人心里 而她也并非简单人 女人可是赫赫有名的 王种集团总裁 虽赶不上刚才几位大神美女 但另算实力的话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亏使的 你大夫 你救了我们一家 我们给你磕头 可别可别 你们要谢 给谢她 孩子呢 是她送过来的 别了 我给你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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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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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磕头 我磕头 这眼的可真够逼真的呀 这拖得不少钱吗 别瞎说 那孩子当时昏迷是我送过来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再说了 建国也不是那样的人 我的好姐姐啊 这才几天呀 就一口一个建国的叫上了 你可是盲仲集团的总裁 他一个赤脚医生 没钱 就算好人又能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你俩可不配 没可能 小操点心吧你 那我最后 别被骗财又骗色 我都三十多岁了 还有什么色呀 追你的人啊 都能排到北极圈啊 也不知道他负责了 太队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上车吧 这样救死扶伤的生活 其实就是李神医每天的快乐 只是他体会过年少轻狂 大儿子却不一定有此番心态 我们鼓励集团将勇不停止自己 我们将带领鼓励集团正式迈向新的领域 一等 你说这一切啊 看什么呢这么出神 该吃饭了 没看什么 我儿子上边是吧 你怎么不说你是明是你儿子呢 真是我儿子你还不是 我信我相信我相信 我心里才怪呢 要不请个王母算了 咱们是邻居吧 哈哈哈 老林 老林 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 我们一堆指名道姓就成 我归去让我伤你 啊 两位请您出去吧 市区最好的别墅越南湾 兵力最新款的车子 四个保姆两个厨师 我还给您配了一条萨摩衣让您去绿 就这条件 这条件都不足以让您在家安心养老 您跑这来给我悬壶见识 您有这能力吗 有事说事 找你老子干嘛 弄那么大阵阵 有钱了不起 对 有钱就是险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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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哪都这么大 啊 您听话行吗 您给我回一下你 在这我真丢人 钱多 是非多 对对 钱多是非多 钱多一烧生 您换条说词吗 我耳朵都听腻了 好好好我不说了 你呢 回去当你的大老板 我 就在这做我的小带 那我就只说了 我马上要进去医疗里 明天蓝天集团的 李子 会亲自过来找我 他合作 我不想 他看到我爸在这开了个破医管 这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你知道吗 嗯 没错 你不用知道他是谁 他虽然是个女 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医疗大亨 资产早就过了千亿 爸 你不赌商业 我怪你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对我来说非常关键 我求你 我求你 您跟我回去想我说 原本李神医并不想答应 可儿子都开始进军医疗平台 这当老子的 也是时候该摸摸水了 不过另一点 今天是同学聚会 正好和医疗商会办在了同一地方 说不定一次出行两个都完成了 今天中午呢 我有个同学聚会 在穷楼会所 让你的自己送我回去 好 我说秋月啊 你在想什么呀 不会还在想那个穷大夫啊 我告诉你 你别想他了 他俩不可能呢 他不配 谁想他了 这是每个都做的事 你还说你没想他 我是说前面那辆车上坐着里结果 我说秋月啊 你看什么玩笑呢 那辆买巴克 坐着要三百万 把李建国买了 也买不起这样出 行行啊 我看错了行了吧 师傅 你赶紧去穷楼会所吧 你约了谷语集团的副所谈生意 没迟到了 哎 站好啊 周先生女士来 三二一 哎哎哎 郑总 莫哥李建国太没来呢 我们要不要怎么怎么看呀 哎呦 哎呦 你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哎 不是呢 哎呦 郑总 你怎么会开玩笑 李建国最小 最近好像开了个什么 中医馆 哎呀 中医都是骗人呐 不过呢 倒是跟那小子 哈哈哈哈 哎哎哎 老郑啊 李建国上学的时候就和你不对付 这大家都知道 然后待会他回来的时候哎 让他叫 别到时候下不来台 我我我我拉他什么玩意 现在 你都不定是个阶级的了 我还在意哈 那说的也是啊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您的车方便挪一下吧 这是我们贵宾的车位 哎 我开的可是奔驰啊 我临时停个车怎么了 啊 买完后还是限量版哇 哇 这都豪车 看咱们是都没要几辆吧 是啊我去挪车啊 哎哎哎 哎不好意思我等你闹了 我现在就挪车啊嘿 老同学挪什么挪啊 哎 李健果 哎哎哎哎呀 哎哎不对不对不对 老李 哎他以前也不对 李一走 哈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朋友送我来 也我算是朋友吧 4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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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你紧几粮等大家伙 不知道 我说呢 怎么着急让人家回去 哦 按时收费 大家都是老同学 今天就是同学聚会 我给大伙带了点玉米 一会儿我让后厨收拾一下 都尝尝 小李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知道这穷楼会所 是什么地方 又不是什么沙县小吃 你还带东西 我去再给你做 不给做 我经常让他们做 别创新 你知道穷楼会所 你跟我一个头 我还经常了 我你还有一家后厨 给你做 我就呀 知道谁呀 我知道你的情况 应该就是 只要你验个人 但是呢 这个事情就结齿了啊 如果再装的话呢 那天了对不对 我呢 还是让他们给做一下 你们不吃我吃嘛 先不去到水坎 要是你自己吃不要再跟我們 要先吃啊 怎麼我還說好不好 只好比正行李啊 鄭總請問您上幾樓 好嘞 這個幫我說的 是我們要吃 不好意思 我們這是高檔 不收農戶產 對這裡是重樓會所 麻煩給我按記點 這位椰子 呦 黃經理就吃個麵飯而已嗎 你也不用親自做 你好 我不知道是你的 把這個玉米煮一下 我要吃 好好好快下去 黃經理 您這不是不讓帶外食嗎 平時是不讓帶 現在 嗨高檔的餐廳了 我好點得爭 哦 哎呀王經理不用給我面子 就給他特殊待遇 把他等比他上臉啊千萬不要 行了行了 我要半條 那你開飯吧 哎好 來來來來 就是道士 道士吃個丸子 跟他打光 走 走 走 來 來 我給鄭總啊 金銀帶酒 以後鄭總啊 多提些提借我們這些老同學 好弱 好弱啊 建伯 別吃了 這玉米真挺好吃的 大家會兒都嘗嘗 你還真笑得出來啊你 看看人家鄭總 做生意人賺錢 有無恥優秀 你再看看你 你還讓鄭總以後 都能提協你 我也不用學學啊 我叫我兒子就 建伯 這人哪 該低頭的時候就得低頭 你們跟他們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不像有些人 只一大把年紀了 一時不成 這沒錢啊 不可怕 最怕沒錢 還硬裝 特別是我們最遇到父母的 我最遇到父母的 要給孩子 做好伯母的 結果 那小兒 現在目前在做什麼呢 啊 現在好像要進軍什麼醫療 醫療產業 那開個神鎖 可以啊 起碼還說 能夠混個犯人 這樣 回頭啊 你們兩個把兒子回給我 我安排他去 你怎麼說話呢啊 李渝可是國際團的董事長 什麼那小子那小子 說話有沒有分罪 那我兒子我能不受嗎 你怎麼說話呢 李渝可是國際團的董事長